方先生希望妻子放下过去 改改脾气 别折腾了 但刘女士过不去 她只想听丈夫说那句 我的心里只有你 没有她 可丈夫就是不直接表达 这让她更怀疑 丈夫是不是真的爱她 眼下刘女士还在纠结 方先生一脸的无奈 为了让两人停止这种状态 更好地享受晚年生活 调解员百彦仪做出了分析 我们看在您和您妻子的关系 当中无论她怎么 无理取闹 无论她怎么孩子气 无论她怎么情绪化 好像您都可以 一而再再而三地允许 甚至在您的生命 已经出现了另外的选择之后 当这个女人 又像一个 真正的无助的 弱小的一个女人 向你呈现出那样的状态的时候 你依然会对她充满了恋爱 想要去维护和保护她 让我感受 到底是什么情节 在方先生您的内心 能够去支撑 从二十三到六十三 四十年 这样的一个 如此让您头疼的一个关系 如果不是对爱的一种渴望和守候 这样的执着 我想是坚持不下来的 而您最伤心的是 您的深情是没有被读懂的 很孤独 到今天 我们现场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感受到 您对这个女人的浓情蜜意 唯独她感觉不到 刘女士 刚才最后的时候 我们主持人张婷 问了您一个问题 问您真的不知道 这个男人是不是爱您的吗 你说反正就是 他要杀我多长时间了 对那个女人 还是对我怎么怎么样 就您刚才的这两个问题 让我真的觉得 您是有多么地不敢去承认 您是值得被爱的 哪怕这个爱 如此地清晰的时候 他都不敢把它当成 一份爱来去感受 那这样的一个人 其实是非常 悲哀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猜想 在您的成长过程当中 应该也是有很多的 被忽视 不被尊重 所以才会让您 对自己有那么多的不喜欢 所以不是这个男人 爱不爱您的问题 刘女士 是您自己 爱不爱您自己的问题 如果你不认为 你自己值得被爱 他再爱 你也得说 他是居心叵测的 目的不纯的 你也会说 他是假仁假义的 这就是我们在说 为什么在婚姻 或者人生当中 一定人要先学会爱自己 你才会发现 这个世界是有人爱你的 进入到老年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 我们的人生 还能走多久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接下来的人生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走 这个您可以选择 在调解员百艳仪看来 方先生是爱刘女士的 这四十多年来 刘女士一直没有看懂她的心 把自己置于一个 不被爱的境地里 她的观点 引起了几位观察员的共鸣 在他们看来 刘女士并不懂爱 经营婚姻非常不成熟 你一直纠结说 老公你到底爱不爱我 心里有我呢 还是有他 那我来跟您说说这个事 你把你的婚姻 把你的幸福是寄托在 这个男人是否有用上面 所以当你生活出现了一些波折 一些困难 这个男人并没有如愿以偿的 能够随随你的心愿 去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的这个婚姻的有用观 就出现问题了 你没用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能感受到老公对你的爱吗 所以你会莫名其妙地绕世 洗脚先生就是一句 很简单的问话 你洗脚稍微注意一点 水洒出来了 您可以把整盆水都倒一样 再不断地把自己的婚姻 导向什么样的方向呢 导向我要离婚的方向 好 离婚之后 您当发现先生 并做touch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就发现 这个男人 哪怕以前没怎么有用 但至少还能用一用 他现在呢 那稍微一点用 都被别人给截取去了 好 您的心理开始有落差了 在这种落差 心理不平衡的情况下 您居然都可以 冒着没有身份的情况下 可以和他保持联系 五年之久 这按照您的性格来说 是非常难以容忍的 但是你容忍下来了 为什么 因为有一点用 总比没用好 好 再婚之后 我们讲再婚最大计的 就是提前任 您口口声说 老公放不下前任 但事实上 一直一而再而三地 提到前任 拿起这个旧的伤口的 是您啊 你自己都不清楚 自己到底要什么 我们可以说 我六十多岁了 我还是小女孩 但是我们的心智要跟上 我们得心里明白 爱是什么 你为什么一再地 要在先生面前 要先生去说他爱你 要抬高你 呵护你 为什么 因为你想透过 他对你的宠爱宠溺 去看到自己的价值 而一个真正内心丰满的人 一个充满爱的人 他不是需要 通过别人的眼神 去看到自己的价值 他会把他的光与爱 施于身边的人 只有当你心里明白 爱是什么的时候 你才可以向对方说 你爱不爱我 刘女士说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话 说我就是一个孩子 很好哄嘛 可是 阿姨 我觉得你有的时候做事啊 不是小孩子 你的行为方式 是一个婴儿 婴儿在小的时候 要吃奶的时候 我想要什么的时候 她会怎么表达 她会哭 就是你总是用一种 负面的表达方式 来表达你的需求 而且是别人看不懂的 听不懂的 只能靠猜的这种 表达方式 就像您刚才说的 您说 我动刀子了 我吓唬她了 我甚至离婚了 你想表达的是 你要多关心我一点 你要多爱护我一点 你要对我好一点 你说你这个表达出来 你能达到的效果是什么 只是把它推得更远嘛 只是让它更疏远你 让这些 让你们两个关系 更恶劣嘛 然后你今天说 我就是一个孩子 我还是要像一个孩子 一样过 那阿姨 我们站在旁观者 都会觉得 一个永远像孩子一样的女人 是最幸福的 但是站在你丈夫的立场来讲 像孩子一样的妻子 对她来说 可能今天是新鲜的 明天是想呵护的 到后天 可能是一种重担 或者是说 她好好的时候没事 当她需要别人关心 帮助照顾 她也有情绪的时候 那么你对她而言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她不幸福了 她自然回馈给你的东西 也会让你觉得不幸福 你们两个如果再往下走的话 放下过去那些事情 不要再想了 不要再提了 因为您都说了 已经到六十多岁了 我再想没什么用了 你们两个人都是离婚了之后 你们各自曾经尝试去寻找 你们幸福的可能性 你老公发现那个女人不合适 你发现那个男人不合适 一样的意思 就这样的一个过往 对你们往后来说 往后过日子来说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你说你为什么 你有多久想杀我了 您这就跟讲笑话一样 那她生气的时候 她对你说的那些话 你非要当真吗 不要吧 往后第一 放掉过去的事情 第二个事情什么呢 换一种表达方式 不要再说反话了 这么大年纪了 是不是 我想要什么 想说什么 我直说 我认为你不合适 我认为你不合适